新系台中和平地区发展 台中市长卢秀燕率领师傅团队 来到和平区视察 一早就来到蒙特索利实验教育的中坑国小 参与马术克 紧接着又到自由国小务实分校 替棒球队送上12万元的培训金 肯定他们的努力 开心的跟小朋友玩起一支游戏 这里是中坑国小 市长卢秀燕率领师傅团队 来到和平区视察 而第一站就来到中坑 关心孩子们的上课状况 那蒙特索利系统呢 是我们110年新引进的 那我们引进两年以来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它发展跟运作的情形 今天看了以后 我非常的满意 也很肯定 那这个实验计划 到目前为止是很好的 摸摸马牵着他走走散步 学校最大的特色亮点就是马学教育 现场也展示了小型的学习成果 另外市长也参观了蒙特索利的阅读角 延伸学习区 以及天马行空的邮剧等 用实际行动感受校园每个角落 它是全国唯一有马术教育的学校 那这个学校呢 全校的学生只有51个 那但是呢 我们是采取这个蒙特索利式的一个实验教学方式 那他强调的是自由的学风 孩子要有这个独立责任感 那另外呢 老师呢不是站在前面教学 而是跟孩子们一起协作 那另外呢他是混零的编班 在山林里面 精神抖擞一起和小朋友喊着对呼 接着再投出好球 镜头再转到自由国小的乌石分校 校内的棒球队在今年的第16届 澎湖县的举岛杯 国际少年棒球检标赛 从80支队伍中用夺电军 市长卢秀燕也特地为他们送上12万元的培训金 肯定他们的努力 接着再走进学生的宿舍 关心小朋友们的居住环境 而现场也指示了教育局 要改善球员们宿舍的冷气 以及照明设备 让选手们训练无后顾之忧 全力备战和参赛 就看看孩子们住宿的情形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再补墙的 需要再关照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给他这支球队 学校的球队 给他们加油打气 这个学校办得非常的好 又有特色 又有这个朝气 以他们为荣 市府启动和平专案 深入在地的小学 重视实验教育 以及棒球推广发展 关心师生们的学习权益 实现教育正义 中村国小